照片中 这个穿着全套防护服 躺在地板上 双手轮换着接打电话的人叫黄恒 他是武汉市洪山区 洛南街洪洛社区的临时负责人 由于原有的社区工作人员中 有人感染 所有工作人员被全部隔离 社区工作近乎瘫痪 在街道党政办案工作的黄恒 得知情况后主动请应 走到了社区防疫的第一线 黄恒患有腰椎筋盘突出的老毛病 这段时间只要一跑动起来 后腰就钻心地疼 但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黄恒没有办法休息 他要安排居民生活 安抚居民情绪 每天他要接打近300个电话 给各种各样的社区居民耐心做工作 甚至还要面对一些突发的事件 一一给他们把问题解决了之后 他们才知道确实社区存在困难 但是社区确确实实 也在努力地给他们解决所有困难 每天要忙着社区的工作 就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和家人 他将自己的母亲安顿好 又将妻儿送到岳父岳母那 过去十天里 他和两岁七个月大的儿子 没有见过一次面 哪怕他工作的社区 离儿子住的地方 只有一站路